抓起一条肥美草鱼 一筷子插进嘴里 改花刀 裹面粉 淋热油 油炸的声音 真是美妙动作 然而一道松鼠桂鱼怎么能够 腊肉已经满好上蒸笼 再个扣肉勾勾勾芡汁 烤鸭 佛跳墙 一道的国宴级别的美食 在老猪的手下出炉 老猪可是五星级酒店的大厨 做了几十年的饭 在家做饭且如鱼得水 然而这年夜饭级别的菜肴 在老猪家来说 只不过是周末的一次聚餐罢了 老猪家有个规定 每个星期天下午都要家庭聚餐 所以他不管其他时间孩子们有多忙 但每周日下午 必须抽出时间回家 这不 他为了今天的聚餐 从早上就开始忙活着 四个人的聚餐 他准备了十八个菜 这些他都吃饭的一种尊重 也是因为今天 他要在饭桌上宣布一件大事 这忙活着电话响了 对方是个女人 似乎在劝他别急公布那件事 晚上老猪做好了菜 三个女儿们也悉数归尾 妻子走得早 老猪靠着厨艺把三个女儿拉扯大 实属不易 但女儿家珍是一名老师 因为曾经被钱男友所伤 从此奉心所爱 以至于三十了都没有嫁人 看不红城成了基督教徒 二女儿家倩是航空公司的高管 他和老猪的性格最强 同时也与父亲最合不来 没了两句就能吵起来 因此 他也是最想从家里搬出去的那个 老三嘉宁还在读大学 就已经学会打工挣钱了 三个女儿里 老猪对他是最放心的 见女儿们都到齐了 老猪清了新嗓子 准备说事 就被老二给打断了 他抱怨菜没有之前的好吃 说父亲是不是老了 我也觉得退化了 气得老猪拍摁而起 愤而离席 过了一会儿 老猪端了盘菜回来 还想着继续刚才没说的事 我这两天 又怎么了 老二再次打断了父亲 原来他把手头上的鸡鸡 都拿去付了房子的首付 准备等交房之后就搬出去住 老猪知道女儿早就想搬出去 所以就也没怎么阻拦 这时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饭店的后厨出事了 希望老猪急往去救场 弄得老猪饭也没得吃 蚀子也没收出口 火急火料的就往饭店赶 等他来到这里的时候 所有人都手忙脚乱的 原来今晚有个大客户 司令的儿子去媳妇 其中一道 醉盖排斥做不成 买回来的鱼翅是假的 改龙凤城墙 醉盖排斥换成了龙凤城墙 这才勉强应付过了危机 事后老猪留在后厨 与同事老猪喝酒 老猪劝他想开点 女大不中流 早晚会有那么一天的 他们感叹的人生 想要的要不来 想赶的赶不走 有人能在身边说真心话 真就应该知足了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 不想也难 哎 忙活一辈子就为这个 想了弃人哪 然而家里的三个女儿们 也一口吃不下 只能将他们都打包好 想到老二要搬出去 老大很不是辞闻 他虽然很替妹妹开心 但是这样也代表着一家人 即将去少离多 可老二觉得 父亲需要的 应该是和他差不多大的伴侣 但大姐认为 父母爱情忠贞不渝 父亲这辈子只会爱一次 两姐妹又吵起来了 无锡排骨 蟹肉菜心 青豆虾仁 五柳七丝 还有最爱的苦瓜排骨中 或许这就是 每个孩子小时候 最高光的时刻了吧 珊珊是锦荣的孩子 锦荣是三姐妹 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如今黎一带一娃 也很不容易 所以老珠对的珊珊 也像亲孙女儿一样 她答应珊珊 以后每天都会为她准备便当 可是妈妈有的时候 也会给我做便当 那怎么办啊 那我们就交换 把你给我吃 妈就不知道了 与此同时 老珠三个女儿的恋情 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大姐的学校里 来了个新的体育老师 明道 开朗大方 体格建设 最初真家也是对她不屑一顾 但明道会在放学时 来虚航温暖 男人潇洒的身姿 满满的球性荷尔蒙 似乎让佳珍 风尘已久的心 有些动摇 以后的日子里 佳珍的办公桌上 时不时会出现情书 她以为是明道写的 但是又不敢确认 直到有一次 学校的时工庆收费 明道在台上申请现场 各自正式情书里的内容 佳珍也以歌声回应 有时候就是这么离谱 越是风心所爱的人 就越容易被击破 老儿嘉倩工作能力出色 上次想将她 调到美国总部去 她兴奋地买了一大袋子菜 来到前男友家庆祝 她与传统保守的大姐不一样 性格叛逆 思想开放 与男友分手后 依然保持着 走身不走心的友好关系 她也是三姐妹中 厨艺最好的那个 从小跟着父亲 在厨房里进进出出 如果当厨师 她说不定会超越父亲 但父亲坚决反对她学厨艺 坚持要把她送出去读书 所以她既是最成功的那个 却是和父亲最不合的 但是 她却和老温的关系很好 很多菜都是老温教她的 这天老温心脏病发被送往医院 嘉倩急忙赶了探望 老温时刻记挂着 他们父女俩的关系 你爸爸送你是读书 是为你好 你敢感激你爸爸 当年把你从厨房里 就用烟里轰出去 要不然你怎么会有今天呢 不久后嘉倩得知 自己亲近所有投资的房子 成了烂尾楼 钱全都打了水漂 沮丧失落的她来到医院 又看见满头白发 独自穿梭各个科室 做提前的父亲 又想起温伯伯的话 顿时湿了眼眶 也在心底 暗暗做了个决定 老三嘉宁这边的故事 比较狗血 她的闺蜜是个 不折不扣的作女 经常吊男友胃口 说不爱她 就是想折磨折磨她 动不动将她分手相要挟 但男孩就又爱得 那么死心塌地 这时嘉倩却被男孩的 文艺气息吸引 觉得她忧郁吸引人 于是时不时来 开导她同她聊天 而男孩这边 经常被女友放鸽子 抑或是被冷落 备受打击 这恰好给了嘉宁机会 就对闺蜜还蒙在鼓里的时候 殊不知 男友已经被人挖了墙角 自己不懂得珍惜的 那就由别人来替你珍惜吧 转眼又到一个周末 三个女儿再次和老父亲 聚在一起吃饭 饭桌上的家药 依然是那么丰盛 老爷子依然想找机会 说那件事 但这次 轮到嘉宁率先想个话筒 我认识一个男孩 男的 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打算将来在一起生活 不过因为他家很大 他说他父母会喜欢我 所以我决定搬过去住 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坏了他的小孩 虽说女孩们 周永离家的一天 但谁也没有想到 最先离开家的 竟然是最小的嘉宁 留下三人 站在原地白赶交集 而老朱小说的那件事 终究是没能说出口 一张白布盖住教化机 老头拿起斧子 就给这只鸡开瓢 这时大女儿再次打断 我有件事要跟你们宣布一下 老头三次假眼 每次都要被女儿 用这句话打断 只见大女儿 从外面拉进来一个男人 原来嘉宁 已经瞒着所有人 偷偷领了证 老朱握着斧头的手 似乎更近了 所以这一次 嘉宁和老朱呆呆地站在门口 从来没说分家的人 却一个接一个离开 而吵着闹着 离开家的那个人 却是留到最后的那一个 不久前 嘉宁也好像迎来了新的恋情 她爱上了新男的同事 李凯 却发现 她竟然就是当年 抛弃大姐的渣男 为了给大姐报仇 她找到离开对峙 男人听了莫名其妙 甚至自己根本就不认识大姐 原来被男人抛弃的设定 全都是大姐自己的异象 但这也并非是大姐要这样 自从母亲去世后 作为长姐的她 不自觉地承担起母亲的身份 为了照顾好两个妹妹 她给自己编造了一个被情所伤 永远不在嫁的借口 好让自己永远留在家中 但那么多情书摆在面前 又将了压抑多年的上女心 从深渊中拉了回来 她再也忍受不了了 她要谈恋爱 她不想再压抑自己了 于是这天 她涂上口红 烫了个大波浪 来到学校操场讲台放飞自我 最后终于知道 原来是几个调皮学生 为了报复她之前没收的情书 所以才这样做的 恋爱梦碎了一地的家珍 哭得稀里哗啦 临到上前温柔安慰 家珍就顺势扑倒在她怀里 接下来的几个画面 让门口的几个男生看得目瞪口呆 由于家真实基督徒 严格坚持着婚前不能升华的规定 所以二人光速让牧师做了见证 晚上才回来通知老猪 先斩后坐 打得老猪措手不及 如今三姐妹中 只剩下加欠一人 她觉得此刻 父亲一定很需要她 于是她决定 放弃生殖去美国的机会 留下来好好陪伴父亲 这一次 终于没有人在打断老猪了 不久后 她要再办一次家演 宣布这件事 姐妹俩猜到 应该是关于自己和梁伯母的感情 一想到就头部一发麻 梁伯母是锦荣的母亲 一直暗恋老猪 但却是个很难搞的人 饭桌上 忧人自得地给老猪倒酒 好去这里就是自己的主场 终于 老猪清了心嗓子 要宣布她的大事 梁伯母 我真的没把锦荣照顾好 可是我可以对天发誓 只要我老猪有一口气在 我绝不让他们母女 挨饿受动 我们家永远欢迎你来玩 你看 这是我上个月在荣总 做的健康检查报告 请伯母成全我们 好家伙 我把你当对象 你却想怕我女儿 你给他撒尖到你闹剧 你竟然怪我的女儿 不要 我要回 这是什么事 小心点 小心点 什么家庭啊 老猪的事终于说出口了 但这个家 似乎有些什么东西 已经改变了 几个月后 事情该发生的 也按照计划如实发生了 家妾从父亲手里 接过了老房子 厨房中成了她的圣地 妹妹嘉宁成功生下了孩子 姐姐家真家丈夫 改造成了基督徒 只是二人够有所事 在家妾去美国前的 最后一次家言 都未能到场 她尝了一口家茜做的汤 竟然尝到了味道 多年来为了养育女儿们 她一直压抑着自己 如今这些顾虑都消失了 她的味觉也回来了 并且饱到未老 为朱家再添心丁 饮食男女 人之大宇 唯有爱与美食 不可辜负 喜欢的朋友 记得看看原片呢 不子一样 我在уем 不子一样 有什么美食 爱你 在吗 不子一样 2014 制作者 是